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7月13号的港独新闻 我是吴之宇 在接下来30分钟里要和大家一块来关心的是高雄市的地方脉动 在新闻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心今天有哪些新闻重点 今年第六号台风马鞍确定行程市府各单位上景发条 副市长刘世芳视察下水道关心房台准备 高雄大义工今天举行落成起轿剪彩仪式 不会两大龙头到场祝贺参拜场面热闹盛大 海洋奇珍园刺养一只公报文纱 目前来到繁殖奇业者公开征婚希望帮鲨鱼顺利完成终身大事 今年第六号台风马鞍确定行程不只是路径备受关注 就连昨天的一场大雨也让市府是绷紧神经 副市长刘世芳在上午的时候就前往了下水道维护管理中心 要来关心相关的防台准备 西北西这样进行就是沿着高气压的边缘 今年第六号轻度台风马鞍在关岛东北东方改面上行程 市府水利局长李贤益除了简报表示团队随时监控台风动态 也说明712当天高雄市下午到晚间的降雨情形 尤其是旗山的话大概在四点多五点多的时候 那时候一小时超过七十二以上 那每人地区也是大时候也是一阵子超过大概七十以上 那总共四小时当中累积一样 旗山地区长到248 那商民地区长到228 受到午后对辽云系发展旺盛的影响 高雄市普遍降下好雨 尤其在旗山 山林 美农 内门等地 24小时累积雨量全都超过200毫米 接近好大雨的规模一度造成旗山国道末端 与西州地区出现积水现象 水利局赶在第一时间启动应变机制成立三级开设 尽管后来积水退了 雨停了 副市长刘世芳仍在上午来到下水道围管中心 关心指示相关单位 面对马鞍裁风的防台准备工作 那个区域级的这个应变中心 如果是状况而定的话 我们会很期待 区公所的区长就马上开设 所以等于说我们这个水平中心 可能是24小时都没有开 都没有管 也有值班的 只是说发生水灾的时候 或是发生这个雨量很大的时候 我们是人会增加更多 从台风路径上推测 目前只看得出马鞍台风 在这个周末最靠近台湾 不过专家也推测马鞍台风 未来很有机会再增加强度 为此不止是否将绷紧神经 也提醒民众要严防台风 带来雨势造成可能灾害 港东新闻军公路遥采访报道 带您来看看地方的庙会盛事 这是古山区主神 供奉文恒圣地的大义工 在今天举行了 落成起教的剪彩典礼 包括了府会的这个龙头 高雄市长陈菊 以及议长许昆源 都前往道场祝贺 高雄古山大义工上午欢庆 落成起教特别举办剪彩典礼 邀请包括高雄市长陈菊 及议长许昆源等 多位贵宾共襄盛举 不会两巨头诚心参拜文恒圣地 祈求神明保佑风嫖雨顺 国泰民安 最近无路争担 最近戏后的变迁 都让我们很烦 总是以与我们的所有人 我们的文献圣地 第二宗最新闻 可以博弈 让风凉舞孙一切顺利与健安 我们会知道 前往的就让我们会知道 在这个时候 在我医生 要制定的时候 无事就会听起来 有出来可以见面说 大義宮廟宇建築氣派莊嚴 廟方長期服務地方鄉親 投身公益事業更是不落人厚 包括捐助古山區居民急難救助金 以及低收入戶學生註冊費用等 源自澎湖縣西宇大義宮分林 因此澎湖縣長王前發也特別跨海 參加這場盛會 如今廟宇落成啟用 無疑也成為當地信眾重要的宗教聖地 港多新聞劉志善采訪報導 阿聯區光德寺的靖心長老 今天歡慶83歲的大壽 高雄市長陳菊又特別前往助寿 除了推崇靖心上人長期弘揚佛法 淨化人心 也表示這是安定社會的力量 同時祝福長老身體健康 超命百歲 農曆6月13號是靖心長老生日 今年靖心長老歡度83歲壽誕 高雄市長陳菊及各地珠山長老和信眾 接齊聚光德寺為長老祝壽 陳菊當面製贈花束與壽桃 敬祝靖靖心長老福壽康林 我祝福他健康、歡喜、吃百日 他輔助給他保備 我相信他對我們大高雄、全臺灣 有祝福的祝賓、祝福的疼心 我相信對所有困難、艱苦、排名的人 我相信用祝福給他們、祝福給他們做很多安慰 給他們做很多福祉 所以我們特別來跟祉賓中路來感謝 錦心長老曾經擔任臺灣省及中國等佛教會理事長 現任世界佛教華森會會長 長期推行佛法積極從事社會公益活動 在佛教界貢獻卓著 陳菊市長也期盼在大高雄縣市合併之後 宗教也能在地方發揮教化人心的力量 港都新聞劉聚善採訪報導 這個週日也就是7月17號的下午 左營區蔡公里年度重頭戲童萬節 將要在左營的微笑公園登場了 而這一次的活動是結合了十多項的 古早味童萬闖關遊戲 歡迎有興趣的大小朋友前往參加 五彩繽紛的玻璃珠捧在手裡 清脆的碰撞聲聽起來相當悅耳 邊小看這東西 這可是不少五六年級學生兒時的回憶 第一名 很困難喔 才個人的啦 因為這有的人很傻乎乎乎乎乎乎 那豬又會骨 我們在這裡扮這個 還沒有這樣扮這個 我感覺很好 大家親子關係比較好 拍橡皮圈 踢箭子 玩紅阿飄 這些早期充滿古早味的玩意兒 現在雖然不是孩子們的主流玩具 但是其中含有意志和耐性的挑戰 比起現代的電動玩具或遊戲機 有更為深度的教育意義 就用筷子把彈珠夾到另外一個碗裡面 訓練它的平衡度 練那個夾筷子的技巧 還有橡皮筋對打 這個也是很那個 就是把橡皮筋可以用擺放的方式 把它弄到另外一個橡皮筋上面 這個都是一些很好玩的遊戲 回憶它童年的那個遊戲 這樣會顯露一些赤子之心 大人與小孩同樂 然後也變成我們蔡公里一個特色 左營區蔡公里連續多年舉辦的 童晚節活動 這個星期日也就是7月17號的下午2點開始 將在微笑公園盛大展開 邱里長歡迎大小朋友 一起來回味早期童晚 為暑假生活增添美好回憶 港多新聞黃藍軍潘志光採訪報導 好接下來帶您來看到的是 鳳山區的五泉南路上有個狂昏市場 在上個月的時候發生了一起重大車禍 所以呢也引起了交通警察的注意 展開了清除鹿霸的任務 導致攤販們是無法做生意 所以就有一些攤販 趁著週二市長與民有約的時間 前往訴苦 上個月底發生重大車禍的黃昏市場 五十幾歲了要找頭 阿婆這樣找 幾乎他擺攤攤攤而已 這是違法的我們知道 但是我已經在這裡做30幾年了 希望它是能夠就地合法化 聽到了基層的心聲 陳菊也很心疼貪犯業者謀生不易 他表示目前市府擬定的攤販管理自治條例 已經進入最後的行政程序 這段期間只要大家守秩序不影響交通 就可以安心做生意 大家生活分補 大家也很辛苦 所以我基本上我 我管理黨 我覺得你就是禁食 請我們的嚴禁同盟 禁食不要去跟他們去干擾到 但是你自己要管理 你不要自己斷工在那裡 這個分子你自己主要管理 貪犯自治條例 這次我們都在處理中 議會加持續 我願意第一個配合他們 我願意當一個模範 你覺得貪犯是最弱勢的團體 你不要說你像我那樣 菜市人家說差不多四五百人 四五百的家庭 把一個檢查出來騎 我們就絕對沒成功 貪犯不是說每個人都是違法 不是說大家都入罷 尤其大家是要吃一口飯而已 你跟我們說怎麼說 我們大家很管理配合 市府釋出善意 攤販拍手滿心歡喜 回到市場做生意 雙方看問題解決問題 達到雙贏 港多新聞劉俱善採訪報導 好